大猫 我要是想跟李璇在一起 所以不算是被判枯了 但后来并没有填过几集 游莲就开始偷令牌 骗李璇把神剑两人就决裂了 特别是李璇对苏游莲彻底死心 担忧游莲一直都在暗中默默保护她 甚至几次都差点搭上了性命 好在李璇后来发现了游莲在暗中保护她 两人才开始联手对抗外地 破镜重圆 最后李璇甚至还当场闯东游莲 场面填后了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期待苏黎福货撒糖吗 欢迎留言评论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